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10月6日晚上的桑普论证 一如既往,我们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一路到11月5日 都会和大家重点和大家讲美国大选的新闻 希望大家支持,如果有意见的希望讲其他新闻的我们都会讲 那我可能稍后都会同场加播一集 关于是我评论的泰清德讲祖国论的这件事 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意见 希望大家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每月订额付费,找回youtube第一个留言 最后一句话,click进去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看完这些广告,看完这段片,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能够打赏课金,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情况莫过于 特朗普重返去枪击案刺杀案的现场 逆积,奔资范尼亚州的巴特勒市,Pensilvania的巴特勒 这个地方 有一个可以容纽二万多人的地方 露天的,不是室内的 是室外的,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场合是什么地方 7月13日 他的右耳被子弹拆过浅血的中断演讲 他会重新 开始讲 所以我认为他完成一个未完的演讲 而且多谢那个chart 有很多颜色的chart 这件事真的是神的帮助 他也是这样讲这一点 他在10月5号重返近三个月前 险租暗杀的巴特勒郡 再度去举行造势大会 这一次 Secret Service 很多谢他们 装了所有的 防弹玻璃 前后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地方 帮助 出席的人都相当多的 J.D. Vance 当然开始先演讲 说了大概接近半个小时的东西 我都很多谢他,说得很好 大家都很支持他 讲完之后也都有一些 其他人上台 包括一位 7月13日当时 行识案当日 帮救助一些伤患 不是他耳朵,其他那些 就是贫死的人 其实当时 一位50岁的义务消防员 Corey 大家都叫Corey Corey Corey 而当时大家都在默哀期间 有一位男高音 即是今次 10月5号这一场 一位男高音唱一个哀乐 我心里非常touching 即是你在默哀期间唱一个 那么好听的歌曲 然后这位 是不是男高音 我希望没有说错 是不是男中音 男低音 我不知道 至少他男高音唱得非常好 The Voice 就是Trump 都说 The Voice 这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唱歌的人 得罪说的一句 不是电视台搞的 什么歌唱比赛 这才是真正 歌唱的人 Singer 真是 表演级的 而且他唱的歌 用中气 用丹田 他发的音 高低 非常准 气非常足有感情 这些全部经过排练 那他唱哀乐 是一节 另外就是 完整个Trump的演讲 他唱了几首歌 YMCA之后 他唱了几首歌 非常好听的 所以我就将这段片 我放回上去 这个 我Facebook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 传断 大概两个三个钟头的片段 大家好 他唱歌那段 好听得爆 这个不止一个 造势大会 根本是一个 演唱会 不止是演唱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出现 当然 他唱歌的时候 默爱你一件事 我先不要扯开 第一件事就是 J.D. Vance出场 第二个就是当时 救 几位人兄的一个医生出场 这几位人兄 有个人没办法救活 就是用他身躯 挡住 维护他的家人的 Corey Comparator 这个就是 义务消防员 Corey 大家叫Corey Corey 就是R.I.P 另外两名伤者 亦都是受伤的 特朗普都对他们 说出他们的名字 David Dutch 和James Corey 他们都是 特朗普向他们 质疑的 而救助他们的一个医生 是一个民主 以前的民主党支持者 而现在已经 converted 已经是 变成一个 真正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 尤其看到民主党的堕落 他说得非常清楚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转变 接着 特朗普才上台 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78岁的老人家 一点老态都没有 非常活跃 音乐来到的时候 这个Lee Greenwood 大家知道Lee Greenwood 很少有事会 但很少 现场在造势大会 我记得RNCH外 之外 他们基本上 Lee Greenwood 很少临场出现 他变歌曲的 唱得极好 非常好 邀请 他不是咪嘴的 邀请大家唱的时候 他有声音的 所以他完全唱得 歌曲 歌音很准 所以Lee Greenwood 都不是1983年的时候 那么年轻的 但是 We are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然后他唱 我觉得挺好听 然后特朗普一边跳舞 YMCA的时候 他不怕YMCA 开始的时候的这一首 这一首 很爱国歌曲 我觉得是Lee Greenwood的大作 我前几个月都在 这个YouTube 单独唱过这首歌 给大家听的 希望大家拿回来看 我应该唱得OK吧 我不是唱得好 我怕不是歌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转行 我希望 分享给大家听 这一种 美国人的喜悦 唱完之后 特朗普就开始支持 特朗普就开始支持 就是Lee Greenwood要立即场在那唱 然后两个在那比手画脚 之后就开始 特朗普就可以支持 支持期间 当然有一个 重要嘉宾出现 重要嘉宾 当然是 Elon Musk 我稍后会讲到他 Elon Musk 带着黑色帽 就给那些 座派媒体就说 这些 这些人肯定是邪恶的 专制政治的 帮独裁者的 摆明是极端化 种族主义 法西斯 纳粹党 那些左胶又来的 就是 戴着黑帽 你就说 法西斯 共产主义 纳粹党 喂 那香港人 整个2019-2020年的时候 穿黑衣的 甚至我也有很多件黑衣的 我不是黑社会 我不是法西斯 我不是纳粹党 你瘋的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处理这件事的话 我会觉得 喂 不是智商有问题 是常识有问题 你stupid stupid 是没得医的 人蠢就是没弱医的 你骂他 他就在 医牙松缸 桑普 右派 法西斯 纳粹党 殊不知纳粹 和法西斯 都是极左派的表现 是离弃上帝的表现 右派就是站在 很稳定的基督宗教的支持 基本上是清教徒的原则 和 保守主义的精神 古典自由主义精神 崇尚大家自由竞争 崇尚大家 能够生活在上帝的角度 尊重家庭 爱护家庭 而且不是靠国家力量 是靠个人的力量 教会的力量 有钱人的力量 自己自发去帮助制约 富卿 这件事基本上我一直在台湾 这么多年来 五年来一直 想做的一件事 也都希望 大家明白到 我不是很有钱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普通的人物 我不算极有钱 但我希望用我的能力 可以帮助到一些人 助人自助 这是最基本的精神 不是派钱 是帮助他们 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你对于香港很多 年轻人都希望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做到 有很多故事 等风烟俱直 天山共识 重流飘荡 任以东西之时 我们把酒而搬 沧海一声笑 再和大家说 现在的时机 似乎不是很成熟 但是这些故事 我会放在心里面 甚至我会写好这些文章 待会公布 我不会这么快发表 这件事 是非常敏感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说回 美国大选的事实 他会 邀请Elon Musk上来 马斯克 我亦都是 再现这个 迎光幕 好跳跳 整个 来见 Trump 之前跳起身 那之后 我今天看了整个 我连续 我没有fast forward 去看 就是我没有去 教快速度 去看 我只要一粒字 听清楚 他们讲什么 I'm touch 就是我会觉得 很感动 我相信在场的 各人都会觉得 非常感动 由黄昏 有太阳 那个 我的细节 譬如说 他一个 Teleprompter 有两面 有一个 刚刚的阳光射了 Teleprompter 才到Trump 的身上 所以 面遮了一些暗色 一直去到 要开大灯 白灯 然后变得 夜幕低水 所以 由很猛烈的阳光 一直讲到 日落 天黑 整个过程 我觉得是 日以继续的 感觉 我感觉是非常 温馨的 而后面呢 两个大的 就是 高的 吊车 就是说 他一个大的 怪兽 整支美国旗 又上而下 一个长方形 垂直 摆下来 哇 这个感觉是非常 就是 就好像 Lee Greenwood God bless the USA 这个就是 大家都是 非常 人同 此心 心同此理 也多谢 US Secret Service 这么努力 去保护 Trump 和所有 在场的人士 尤其是 不单止 防止 有人冲上来 还要 隔离很多地方 防止的地方 有 Drones Drones是什么呢 无人机 扔过土制菠萝 不得了 或者Drones直接向下插 不得了 所以他们付出很多的 部署 我们不要说那么多阴谋 他们全部都是什么 建制派的人 个个都是深层政府的人 也都不是的 US Secret Service 做得很好 希望大家都是 给多些努力给他 因为他不单止要保护Trump 亦都应该保护Harris Karmala Karmala 因为Trump说 Harris Who is Harris 人人都叫Harris 是不是 那不要叫Harris 叫Karmala Karmala Comrade Karmala Karmala 那你Karmala那些人 和他的竞选人 都需要受保护的 希望维持一个公正的选举 很重要 我们交给美国人的决定 不是我桑普的决定 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亦都share我的values 和观念给大家看 但是有些人 偏偏喜欢投给左交的 那我都没办法的 只是说 如果你不断抹黑我 什么纳粹 法西斯 破坏法治 支持一些 支持独裁者的人 我就一笑自知 It's a matter of stupidity 中国外媒报道 Trump在英国开始时 表示非常感谢Pensylvania 我们爱Pensylvania Bensylvania 然后他跟着说 正如我所说 As I said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延续在7月13日未完的说法 这几句说话就是说 枪击事件当下他被逼中断的演说的金句 他将这件事继续延续下去 打不死 海船回归 从来都不会因为 一个子弹 擦过他的耳朵 流下血 而 放弃他的争逐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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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台下的群众也都爆出鱼女的掌声和欢呼的 Trump就说在过去8年里面 那些想要阻止我们实现这项未来的人 诽谤我 弹劾我 起诉我 就是他们对Trump就说 告他 接着 抹黑他先 抹黑不了 告他 告他不了 那就弹劾他 弹劾他不了的话 起诉他希望 Jail him 即是 比报我 弹劾我 起诉我 试图让我退出选举 最后还想杀我 最后还想杀人 这两个人 我不是说民主党的人指挥 你千万不要误我 即是有些瘋狂 有些已经被民主党这种仇恨政治 激化的瘋狂 看完美联社 发生社 路透社 ABBC CNN MSNBC ABC 这一大集组加媒体 接着之后 发神经 好像 变成了一个 文迷 杀他 之后就真的杀他 有一个想杀人 杀了另一个人 即场被人杀死 另一个人 就在 Mar-la-Lago 附近 特朗普的自己的一个 golf course 在外面 在铁丝网上 冻枪出来 最后被人发现 几声枪之后 他走 在公路里被人拦 拉了他 这两个人杀他 我不希望有第三个 第四个 我都难保 这样的情况 希望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Trump 很多人想杀他 所以先是诽谤 然后弹劾 起诉 其实想杀他 但他从未停止 为你们而战 而我永远不会停止 特朗普的演说中提及到 刚刚说的 Corey 他感谢他的亲属出席 10月5日的集会 并且晚间6点11分的时候 特朗普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是6点11分 现在已经过去12个礼拜了 想请大家 和我们一起默哀 接着特朗普还说到枪击事件 即是行刺事件 之后强调 他没有阻止我的行动 他没有摧毁我们的精神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刚刚说JD Vance 铺斥了 一开始说 就是JD讲的 就是铺斥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Harris 关于 贺锦丽 即是卡玛拉 关于 特朗普威胁民主 特朗普威胁民主 特朗普威胁民主的观点 JD Vance强调我们来这里是要讲 我们不能被吓到 我们不能被阻止 JD Vance更加直言 特朗普是为了民主党子弹 你 Harris 卡玛拉 Harris 这里做了些什么 在713的枪击事件之后 表态支持特朗普的 Tesla 的CEO SpaceX的CEO Elon Musk 就是马斯克 出席了 彭斯凡尼亚州 Budner Budner County 居行的造势活动 Elon Musk强调 对一个人性格的真正考验 是他们under fire 他们是在战火的时候 才会展现出来 你受到人生 生命的威胁 自由的威胁 财产的威胁 甚至受到剝夺 限制 剝削 侵吞 你才 展现得出 你真正的人格 而马斯克 嘲讽现任总统拜登 就说 我们有一位总统 没办法爬楼梯 但是有另一位总统 他在重担之后 仍然 Fight 拳头 说Fight Fight Fight 那你们希望 谁能够代表美国呢 这个真是肺腑之言 整场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大家对于抗中 尤其是 马斯克讲到 究竟哪一个 哪两个总统 哪一个面对 Vladimir Putin 和 Xi Jinping 谁你会觉得 能够维护到美国利益呢 大家都说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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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这是一个 Trump的集会 但你问我 客观地想 Yes That's Trump Only Trump Not Karmel OK 这一点大家知道 马斯克就是力挺 Trump 那么他是 世上首富的上衣 写着 Occupy 这个 就是火星 就是这个 要去 占领火星 哇这个 很厉害 那么 头上带着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rk 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棒球帽 是黑色的 黑色的 他那个 很有趣的 我都希望有一天 可能制造到这笔帽 都想买一下 我现在手上 你看到这个帽子 就有两顶 OK 我都戴过了 那么两顶 希望大家知道 这一顶 这两顶都是 在New York的Trump Tower买的 厉害了 纪念品来的 完全不是台湾买 台湾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买到 这个就是Trump 2024 OK 不是 四年前 是 今年出品 这个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真是 有兴趣戴下帽子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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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OK 那么 上衣写着 佔令火星 头上戴着这顶帽子 棒球帽 但它不是 不是红色 白色的 它是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帽子 好像 金色的 瘦字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金色的字 底是黑色 字是金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当然 说 我是I'm Dark Mega 我是 暗黑版Mega 其实这个不对 Dark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些翻译 我想没人懂 台湾的新闻都不懂 暗黑版的Mega 黑暗版的Mega I'm Dark Mega 如果香港人读过英文都知道 I want Black Coffee OK 黑色的Coffee 是心情浓郁的 Yark 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我是 Mega的死忠者 是一个 极度支持Mega的一个 热烈拥护者 I'm Dark 就是说我不是黑暗的意思 我是最核心 最支持Mega的人 OK 我觉得有很多人不懂翻译 我要翻译给大家听 他说如果特朗普没有选上 那这一次选举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选举 Last election 这个就是最重要 所以他强调什么呢 大家 不是只懂得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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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WOW WOW 现在第一件事是什么 登记做选民 有些州 譬如Georgia 等两个州 其实基本上 剩下48个小时 给你们登记 你不登记 不能投票的 你投票是违法的 拉坐牢的 OK 如果你其他州的话 可能Virginia等等州 都要有很长时间 都不是很长 30日之前 31日之内一定要投票 即10月5日之前 11月5日的时候 最后要投票的 所以大家要尽快登记 我都鼓励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人 无论你身处哪个地方 只要你是美国国民 American national citizen 希望你们 尽快登记投票 你们支持Trump也好 不支持Trump也好 你会擅长你们公民责任 国民责任 我们很想投票 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 这个不是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是台湾 我的祖国是香港 OK 但是你说 在美国来说 基本上是没办法 你自己有票都不去 登记投票 就很惨的 记住登记做选民 register to vote 然后register了 希望全给全世界 希望所有美国人 无论你支持哪个人都好 你起码擅尽你们 选民的责任 OK 选言远能 也都 我希望鼓励大家能够投 Trump 神圣的一票 这一点是重要的 vote vote 你说那么多 那么多reli 大家不会vote 都没意思的 所以 马斯克非常聪明 他点到的重点 就是要大家投票 OK 那么这个 特朗普大主角是黑暗版 我自己没有 黑暗版的 Mega Dark Mega 迅速延起 网上的热议 有很多网络为迷因 就是mimi 那么这个支持者 将这个举动解读为 爱国主义patriotism 的象征 认为是对特朗普的坚定支持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但是有些critics 有些 意义的人士 又说 视觉对极端主义和威权主义 独裁主义的危险暗示 忧心美国政治风险加剧 都痴马一根 我认为戴着黑帽 那你以香港人穿黑衣 那家威权主义 极端主义的危险暗示 这是 这个是抹黑 是抹黑 马斯克的支持者认为 黑暗Mega 并非某种阴谋论 不是一个conspiracy theory 是一个爱国主义的 迷网络的mimi 就是一个迷因 代表 对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和 美国优先理念的认同 在他们看来 这种表达反击 左派媒体和 建制派 的批判 是重塑美国强大形象的象征 他们认为 黑暗版Mega反映了一个勇敢对抗政治正确的美国 意图打造一个 形成了一个 繁荣和强盛的国家的 一个愿景 但是 据这个左派自由 新闻网站 每日野兽 The Daily Beast 的报道 左派就是 The Daily Beast 很多这个左派人士对于 马斯克的举动 充闻担忧 认为黑暗版的Mega是极右翼危险思潮的代表 都在刺马 这些 即是叫做 扣帽子 人家扣帽子 你于是说 人家扣帽子 这些是黑社会 还不是黑暴 这些人 和邓炳强 比加超有什么分别 他们担心这种对Trump的狂热崇拜和权力渴望 和民主价值背道而似 我按照你这种道理的话 你对拜登 哈里斯 卡里斯 那些所谓的 狂热崇拜 权力渴望 因为愚出一次 你喜欢 A 人家喜欢B 于是说 你支持B 支持的权分子 反对民主 这种道理 非常荒谬 这些work culture 这些东西更加荒谬 我讲到这一点 黑暗Mega引含了不惜一切代价 夺回白宫的主张 神经病 是你们 不惜一切代价 即是不择手段 夺回白宫 怎会不择手段 特朗普和J.D.Vance都意口同声说过 只要是公平公正的选举结果 Fair and Fair election 我们会接受 他们完全不听这句话 是吗 不惜一切代价 夺回白宫的主张 很荒谱 大家就鼓励大家投川普一票 但不是说 不择手段 夺回白宫 手段就是按照民主的选举制度来 根据共和党的RNC 有个primary RNC 产生了 初选之后产生后选人 你Carmen Harris 你经过DNC的选举 yes but before then 你primary是零票 拜登假假地 都成1400万人投他票 14万人 140万人 whatever 有很多人投他票 但是你 Harris不是 你Harris是零票 没有初选 然后DNC的阴点 这是什么社会 这是democracy吗 大家要想一想 OK 然后有些X平台 有些左胶 Dark Mega 更似是Dark Mega Dork 不是Dark 差别 Dork 就是 傻佬 傻佬就是Dark 我当然不是马斯克的粉丝 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我都批评过 马斯 的一种 首输两端的东西 但我会觉得他支持Trump 我都会觉得他这个支持 我会认同的 不是代表我认同 马斯克的所有行为 也要提防他 但我们认为 第一他是 Trump的阵营 一个好金主 第二他今次 是义无反顾 是站出来 抵抗这个左胶的一种 批评 去支持Trump 我们这点 是基本上肯定的 而这班人 去骂Musk的行为 是滑稽荒淡 政治友致 基本上真正滑稽荒淡 和政治友致 就是说这班批评说话的人 OK 另外批评者 还只用Musk 抄袭了 Biden阵营的 Dark Brandon 的迷一 缺乏创意 这个不是创意的问题 是戴带帽子 我真不明白 这个迷因源于 保守派的 嘲讽 拜登的口号 就是Let's go Brandon 后来被拜登 团队转发为 指现他强硬风格的象征 如今 马斯克的挪勇 被批为投机行为 此马更 这些说法 就是 Datty Beast 基金 李屈慈穷 最后讲完 废话 马斯克在做了大会上议言论 同样受到热烈的 讨论 他呼吁 选民支持Trump 声称如果不选他 这个将为last election 最后一次选举 那么支持者都认为 这是对选民重要性的提醒 强调选举的重要性 关键性 但批评者都解读为一种恐吓 认为这是在散播对民主前景的悲观情绪 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挑战 那么大家知道 马斯克就很坚定地支持Trump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和大家 简单讲讲 这个不知是马斯克的个人价值观 涉及到他商业利益 言论自由的立场 和对他子女变性问题的 是复杂情感的狗角 那这个作为多家企业的掌门人 就是 X 即是 Twitter 跟着这个是SpaceX 和Tesla 三家很重要的企业 一家做车 电动车 一个呢 就是说一个 社交媒体 然后一个呢 说是做卫星的 OK 那么这些这样的 卫星很多东西 可以国防 可以通讯 也可以 OK 这个Trump也要多谢Elon Musk 是以不容辞 为North Carolina等地的 灾民呢 立即免费 提供这个 通讯设备 一讲 他说 讲着电话 Trump打给 Elon Musk 请Elon Musk 帮手的时候呢 已经另外一个消息收到呢 喂 这些州的 各个郡的州的地方政府 已经开始开通了这些 好多谢 都没讲完 你立刻可以开通了 觉得Elon Musk 太厉害 速度效率非常高 OK 那我们看一下 当时 特朗普怎样 演绎他这番 这番说法 身为多间企业的掌门人 马斯克必须考量政治环境 对于他商业币业的影响 他认为共和党的经济政策 特别是减税和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 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 和他的商业利益高度吻合 马斯克曾经多个场合 强调 企业需要一个稳定和友善 friendly的 投资环境 经济环境 而共和党的主张就是他所期待 使得他更坚定支持特朗普 自从收购这个推特 现在更名为X以来 马斯克 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freedom of speech 这个和共和党长期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在特朗普的竞争活动中多次强调 民主党试图削弱民众的言论自由 持枪权和选业权 他说 第二修正案 持枪权 就是要去 保障第一修正案 就是言论自由 大家 美国宪法都知道 现在再说一次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说言论自由 第二修正案是说持枪权 没有持枪权 为什么保障言论自由呢 所以马斯克非常清楚 没有第二修正案 今天保障不了第一修正案 他认为当前社会对保守派言论的过度审查 这个sensorship 破坏了真正的言论自由 因此支持特朗普 也成为他捍卫言论自由的方式之一 另外 马斯克强烈批评这个 work culture 就是所谓的觉醒文化 这个work不是启蒙的意思 是左交那种意思 他说这种是限制言论自由 即是说 你一定要说 he she 不可以说 他不可以说he OK 这叫限制言论自由 你不可以说chairman 你要说chairperson 你讲chairman就是色灭歧视 歧视 歧视 拉你 民事 刑事 盗你 这些就是左交 这些左交没有东西 做的 整个不是生产就是 在捉你的政治正确的东西 chairman 不行 一定 chairwoman 都不行 你歧视男人 You chairperson Oh my God My God 不行 My holiness 不行 不可以说Christmas 要说 happy festival 这些就是垃圾的东西 这些人是使得世界上没有神圣 只有政治正确 是没有常识的 只是有他讲给你知他设计好的一套语言规则 这个就是左派 OK 这些觉醒文化 work culture 是限制言论自由 跟着导致年轻人身份混乱 我都讲过 Critical race theory之外 Critical gender theory 就是比年轻人有几十个性别可以选择的 小学生中学生 这些老师教你 你可以选择自己性别的 是不是不喜欢自己性别呢 变性啦 不喜欢 变性啦 不要对爸爸妈妈说 那些父权社会 母权社会 压榨你的 老师告诉你 你决定 我介绍医生 帮你剪啪啪 那些年轻人就开始 我要剪啪啪 就搞到他身份混乱 他将这个称之为心灵病毒 是你的灵魂的一种virus 是病毒来的 这个立场更加是一个坚定支持共和党的 特别是常常挑战主流观点的Trump 和跨性别LGBT 跨性别的子女 Xavier 蔡维尔 现作改名的Vivian Jenner Wilson Vivian Jenner Wilson 其实他是原先男变了女 这个关系深深影响了这个马斯克的立场 由Xavier Vivian 这个Xavier就是18岁的时候 申请变性 并切断联系的时候 马斯克受到很大的情感冲击 他后悔同意儿子接受性别确认手术 现在将他视之为一种残害 强烈批评相关政策和术语的误导性 他说当初同意孩子接受性别确认治疗 因为他被误导 以为如果不同意 那个儿子可能会自杀 而无人向他解释 青春期抑制制 实际上是绝欲弱 并且说 性别确认照顾护理 Gender Affirming Care 这个词 Gender Affirming Care 其实可怕软转的说法 就是 剪折折 变太监 变女人 OK Gender Affirming Care 就是变海公公 OK Gender Affirming Care G A C 这个就是变性 然后这些阻交发明一套述语 出来 包装变性的这个词 就叫Gender Affirming Care 你看看这些几个邪恶 这是共产党的手法 我们也有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其实就是专制 变性 就叫Gender Affirming Care 所以我很鬼憎左派 我觉得这帮人和共产党 其实是 一步之遥 其实类似是同质同购 这是可怕的软转做法 这些经历深刻加深了 马斯克对民主党变性政策的反对 他认为自己失去了儿子 这种痛苦的体验 坚定他抵制社会病态的决心 马斯克公开呼吁 消灭觉醒文化思想的病毒 反映了他在这个议题上的强烈立场 和情感纠结 也让他更加坚定反对 当前民主党支持的变性政策 他将这个视为一种社会病态 甚至呼吁消灭觉醒文化思想病毒 可见他的议题的 坚定立场和情感纠结 而变性议题和觉醒文化 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 焦点话题 并且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分歧 而共和党 常常批评 觉醒文化work culture过于激进 因为他蠶食了传统的价值观 也将他过度 政治正确和言论审查挂勾 而马斯拉对这种文化的反感 即是他促使他倾向支持共和党主要原因之一 马斯拉经常说 我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右倾 我站在同一个地方 而民主党不断往左走 变成最后 潮退了 露出了石头 我就变成了支持共和党的人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 亦都是common sense的角色 这是很基本的 至于这一场选举辩论 其实 背后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分析 不过我们 之后再说 我会很感动 就是说了半个小时 我感动 接着后面 民主党究竟 展现出什么 的一个策略呢 他是不是有些事情开始 shaking 我会觉得是有些事情 这个shaking 你会慢慢在这一场 辩论之后 我看两三日之后 让一些民意调查 发烤一下 看看对于 川普的支持 有没有增加 尤其在摇摆州 川普的支持 有没有增加 尤其是Pansylvania 这个是 关键州中的关键 摇摆州中的关键州 希望大家都明白 所以摇摆宾州 就是在这个摇摆的 宾夕凡尼亚州 能不能支持Trump 得宾州者 得天下 OK 得宾夕凡尼亚州的 我想是得到 全美国的 这个大选的 胜利 OK 机会是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Harris是怎样做呢 整件事很古怪 Harris很低调 他又不想这些电视 他上了几次之后 他上了两次 两次三次之后 就不只是频繁地出席 这些造势大会 我试图在 Youtube 不断找他的造势大会的地方 但相当少 如果跟特朗普来比 我想是特朗普每天都有做 你看特朗普的网站 每天都有片上 就像我一天有片上的 我做这些节目的频率一定高过Harris 去做选举辩论 做了大会 无论是时间 频率 我都多过Harris 你Harris这个情况 是不是摆烂去选呢 哦 那搞什么呢 与其 献丑不如藏绝 这个就是他的方式 他知道他讲的东西 大嘴巴 哈哈 常常讲错话 问他书又不熟 政策又不熟 又不知做什么政策 深层政府推他出来 又觉得 没有棋可以 选择这只烂棋 极左派的 Harris出来 总之你不要说那么多 一问下去 不得了 搞错了 Waltz的口才都不好 Harris的口才更加不好 不如你不要说 献丑不如藏绝 低调 那这件事低调呢 然后有一帮民主党的人 就有不满 你低调 低调的屁 好焦虑 Nervous 你这样搞法 是不是会输呢 因为 他们很多人说 就算包括AIDS 不是外资病的幕僚 卡马拉的幕僚都认为 都是对 卡马拉同志 较为轻松的竞选行程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 卡马拉的竞选策略过于 就是拒紧 避免风险 举办活动 远远少于特朗普 而且几乎完全回避 和选民和媒体的即兴互动 即是 Live的互动 你没有 你不能够变出你的真性情 这种策略可能在选战最后阶段造成 不妥的 而这种情况 是好似什么情况 记不记得 8年前希拉莉的情况 以为赢一定的 所以就是输硬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的访谈 近20位民主党人士 将Harris的竞选策略形容为 不求有功 但求无国 献丑不如藏绝 这种风险回避的做法令人担忧 在9月最后一个星期 美国很多地方开始提前投票 好了我说过 South Dakota Minnesota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一些州份 都开始 提前投票 好像Wirginia 我忘记了 Wirginia应该提前投票 这些地方已经提前投票 但Harris 只是在摇摆州停留三天 Swing State停留三天 9月28日 Trump在Wisconsin 发表演讲之后 又飞到Alabama 观看美式足球比赛 非常活跃 78岁的人的精力 远远高于这个 所谓废财 50多岁的人 就是60岁的人的精力 而这个Harris 在旧金山 又去到 Sanfrancisco 搞囚宽活动 所以这次 不留 Trump也在笑他 喂 风灾期间 我就去Georgia 我就去看North Carolina 去过很多次 喂 你拜登就在beach 居度假 跟着你这个 Harris 在Sanfrancisco 冒款 What the hell you are doing 你做什么呢 What the seven you are doing 是不是 民主党人认为 Harris应该增加 更多能够跟选民 直接互动的场合 包括举办市民大会 Town Hall 而且接受更多的专访 很多的Interview 以及跟选民之间 有即兴的交流 以增加这个 更真实 更能打动人心的 好印象 今天长期从事 民主党选举工作的 资深顾问 David Exeroy Exeroy 表示 选战如同十项全能 需要全面出击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才能够 令选民充分了解 候选人 民主党里面有一些 建制派的内部担忧 反映出选情交着的现实 文章显示 Harris和Trump 在七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 几乎持平 而如果你将 2016年 2020年 同一些民意调查机构 他们的水份 被民主党的水份 加起来 一扣了水份 Trump是赢了七个州的 这个令民主党想起 前国务卿 Hillary Clinton 在2016年大选里面 过于 不进取 保守的 竞选策略 最终导致敗选的教训 虽然民主党人士 承认 Harris的表现 优于拜登 但他的参选 亦为民主党 带来资金的优势 并且在南部 摇摇摆州 重回竞争优势 但他们越来越担心 越问越伤心 越搞越担心 以弱势者肢体参选的 Harris 竞选策略 好像是保护领先优势 基本上 他做Defensive 他没有办法去继续 争取新的 Greenfield 根据Political的分析 这个左派的媒体分析 自从DNC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Harris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于听取幕僚 简部和进行内部会议 根本没有安排任何的公开活动 在剩下的日子里面 Harris只是用一半多的时间 用于参加造势活动 政策演讲 工会活动 其他公开活动 近一半的时间 在DC度过 继续睡觉 继续睡着你12个小时 13个小时 跟过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行程相比 Harris的行程安排更接近 希拉莉 2016年大选时的策略 失败策略 而不是2008年的时候 奥巴马那种积极作风 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的民主党 策略师Morgan Jackson指出 在这个选战后期 积极参与活动 更能影响选民投票的意向 而民主党内部人士 针对Harris接下来的 选举行程的建议 包括了 将共众联放在 Mijigan Pansylvania Mijigan Pansylvania 争取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的黑人 的支持 Harris 宣传队表示 正积极 在关键摇摆州 展开地面行动 在计划在未来30月内 增加行程 媒体曝光 他都善用TikTok 社群媒体 接触更多选民 Let's see 我就觉得这件事 就是 很难的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当然他有没有去做事 山山来池 去 看人家灾情 是会有的 对不对 山山来池是什么呢 他就知道 Hurricane 海伦 巨峰 即是台风 在美国 东南部 几个州 造成200多人死亡 是非常 罕见的情况 最近 台湾 打起的台风 冲到高雄小港 登陆之后 风已经散 造成了4人死亡 还有人失踪 非常悲惨 一个人都不应该死 但是这个情况 台湾也都受台风 即是创伤 4人死亡 但是美国的东南部 很多个州 因为他们本身 不是好像大城市 那样有很强烈的基础 建设 那么这些州 当然 他会受到台风的侵袭 非常严重 200多人死亡 是一个相当令人悲动的数字 还有很多人 失踪 伤害 受伤 流离失所 甚至很多现在的 家里都不知道在哪里 是2005年 Katrina 就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 袭击美国本土的台风 之后 最严重的风暴 就是Katrina 之后就是Helene 这个Helene的风暴 就是海伦的风暴 是相当严峻 Helene 在前往北卡罗罗纳州之前 已经去到Georgia 协助分发食物 视察受损地区 和安慰受产家庭 但在选举年 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 被高度政治化 而 谁首先在North Carolina 就是Trump Trump 3日才在北卡州 表示 拜登政府的搞缓方面 做得不够 北卡州的待遇 尤其糟糕 这个是Trump 离开之后 Helene才紧跟着 北卡罗纳州反驳Trump 的说法 他说 他亲眼 想亲眼看看灾难现场 并对人们团结在一起 帮助陌生人表示敬佩 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点 比我们之间的差异多得多 Bu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Help people save lives 这个是重要的事 你今天执政 你今天那些人会不满意 就是看回 你的表现是什么 如果他不满意 不是Trump 的问题 是你拜登 Harris administration的问题 你哪个执政 没得推的 你怎么推 左膠你继续推 推在Trump 里 继续在煽动 对Trump 的仇恨 Trump 已经说明了 我今天不是以一个 选举人的身份 我们不是希望 For the voters We are here for lives 希望 save lives 你想想 Elon Musk 帮助多少人 有通讯的能力 如果没有通讯 可能死亡 因为你有通讯的方式 才知道哪个地方要救援 才可以拯救死难者 所以我觉得 谁是救生命 Trump 和Elon Musk 谁是 帮助的 Harris OK 同时 在南岭阶级 比较多的 Majigan 已经不是风災地 他们在北边 Majigan 有迹象显示 部分民主党支持者 逐渐倾向投给Trump 这件事更加严重 而这件事不是 右派媒体说 是左派媒体说 Harris 10月4日 参观Detroit 郊外的 雷福德特 撤阵区 的消防站之后 就向工人的弟兄姊妹表示 Brothers and Sisters 勞资商工三号 达成协议结束港口罢工 展示谈判力量 当工人工资上涨 所有勞工工资都会上涨 值此争取南岭勞工支持 他批评 Trump一直都是工会破坏者 将对工会发起全面的攻击 他说长期以来 工会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 但是Harris 未能获得关键工会的支持 包括刚刚说的Timsters 国际卡车司机的协会 和Firefighters 这班国际消防员的协会 他们都是保持中立的 另外拜登的招牌正绩 就是Cheap Act 就是晶片法 将为本土半导体 Semiconductor 注入巨资 但负责铺撤管线的工人 大多数不知道自身工作 将会因此受惠 不过 Harris仍然赢得全国教师协会 建筑协协会 美国劳工联合会 和产业工会联合会 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支持 我们昨天也说过 而拜登 大力支持 以色列 对于这个 真主党 Hazbollah 和哈马斯 哈马斯的 军事行动 但问题就是医院波 这个情况 会不会做得好呢 我相信 相当有疑问 所以 去到今时今日的情况 我会认为 Harris Harris 基本上是 现在 他疲于不明 在打逆境波 整个情况开始有些变化 特朗普的民望 就此阻碍民意调查 虽然未脱离那种所谓的 不差范围 但按照 我知道 他们灌水的方式 特朗普开始赢 根据他来说赢 而且 拜登 做了个无间道 什么叫无间道 拜登也做无间道 接近四年里面 从未试过去进入白宫 简保室 去开会 找那个 Shun-Pier 去开会 但他自己 就真的不去开会 罕见 这次他开简保会 将 Karmala Harris Comrade Kamala 和他自己拜登政府的施政 紧密连结 这个就有趣 他这么说 他说 Harris在国内外危机中扮演角色 我和他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一直目标一致 他协助通过所有正常运用的法律 他是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参与者 包括那些 被认为永远无法通过的法案 他和他的幕僚团队和我的团队在所有事务中 紧密合作 换言之 Harris 他没有说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to what I've done 我做的所有事 Harris都有份做的 你骂我 就是骂他 对的了 骂他 这个没有说出来的 第一就是 我做的 他是有连带责任 第二就是 我要负责事 他都要负责 即是等于drag他 落水 其实拜登心里面很酸 比利利班 希拉利 奥巴马 这帮人 这帮金主 这帮Nancy Pelosi 这些 噁心 噁心 拉下台 拉下台 他的心有不甘 你要我死 我都要你陪助 这个就是拜登 OK 但是拜登的言论立刻引起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和立平对人士的野鱼 Fox News的撰稿人Joe Contra就嘲讽说 看一下 这个就是竞选广告 必帮谁竞选啊 就是帮Trump竞选 是吧 Trump的竞选顾问 Chris Lasevita 就打趣地说 我是Donald Trump 我认可这个信息 因为你看到 为什么他这么说这件事 因为他所有的 YouTube的片段 有些很短的片 就是说一些 共和党的宣传段片 I'm Donald Trump I approve this message 每一个最后都会说这个话 就是说 I'm Donald Trump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就是说 多谢拜登 你说这些什么说话 I'm Donald Trump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就是说 你对啊 绑他上来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held accountable 对 而英国的Sky News的主持人 Ritter Panahi 也都直接表示 哈哈哈 多谢你 Joe Thank you Joe Daily Wire的记者 Virginia Cruter 更加殲弱质问 如果拜登只是积极 Mitchigan的Detroit 宣布避免港口工人罢工 和曾取公会支持的重要演讲同时进行 导致媒体的焦点转移 你写到Harris的关注度 分薄了 跟着你自己说的是 拆他台 好多谢你 好多谢你 这个费灯 费匪 这件事就是做得对的 那策略师 Greg Price 就在社会媒体中说 拜登记者会的时间和 Harris的演讲时间几乎重叠 导致媒体转移焦点 他讽刺地说 他绝对讨厌他 即是说 拜登绝对讨厌Harris 哈哈 那拜登这个举动 引发各界的揣测 有人认为他无心之失 也有人 他刻意为之 削弱Harris的政治影响力 为他的总统竞选之路制造障碍 值得一提的就是 拜登上去月参加911孔习 23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 做出一个不同尋常的动作 将一顿印有TRUMP2024 就是这个 带给大家看 就是这顿帽 Exactly这顿帽 TRUMP2024的自家帽子 带到自己的头上 白宫当时急忙澄清 强调这个象征性的动作 目的是呼吁美国人 回顾911事件的团结时刻 这个就是拜登 当然了 整件事来说 最关键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说 十月旌旗有好几件事 一 凤载 二 罢工 三 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 四 Harris和家人 他本身的丑闻 和他们人生的过去 先不要说第四 现在 最shining 在这几天最耀眼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1 以后会不会持续 我不知道 这个都不重要 是重要的 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回美联社的报道 这个很左交记者很多的报纸 很多的一个记者 他们竟然 是 对于 哈里斯的行动 不满 唱哀歌 甚至 他们会说 访问了很多人 尤其在 North Carolina 因为我读书在 Virginia 我在University of Virginia 就是维珍利亚大学 读书 那么 这个地方的 西北边 基本上是 Appalachians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叫 这是一个山漠 是古时代已经有的一些岩石 所组成的山漠 Blue Ridge Mountains 过了山漠之后 就是West Virginia 南边 就是Duke 就是 杜克大学 那这个就是North Carolina的名校 那我们两个州 就是Virginia 和North Carolina 都受到Appalachians 的保护 冬天的雪 冰雪 去到Appalachians的北边 当然有时候会下来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山 挡了很多风雪 所以我们很感恩 当时也是好 我记得我整年读书 他每年读书 大概的雪 顶多它的脚踝 甚至它密 的地方就没有了 你不会有很厚的積雪 这个Virginia North Carolina 可能更加少 所以这件事 很感谢这个 上帝创造这个landscape 这个情况下 最近就不是因为上面的冰雪 是因为 Hurricane 它是由 墨西哥湾 或者大西洋 一路这样掃上去 掃上去 不是墨西洋 大西洋掃上去 Hurricane Hellene 是相当大的破坏 当然了 当地的一些 rural community 一些乡郊的社区 受到很大的冲击 有些人要传水 要去派饭 甚至做很多的事 谁能够落手落脚救灾 是重要 大家不在意 这个选举是谁赢 是今天我的燃眉之急 是谁能够解决 有位灾民 叫Brett Farrington 他说 他说 我不是介意 谁会选赢这个选举 而是看看多少个义工 在 将一车车的水 和必要的物资 通过车 和货车 运来 他说 I believe if we are finding a lot more hope within folks like this 这些才是真正救人的事 今天你说选举其次 救灾是重要的 那谁才去做这个救灾动作 每个选举的人 当然会做很多自己的架势 我说我不是为选举的 特朗普说我不是为选举 我是为你们 当然 Carmen Harris说 我不是为选举 我也是为你们 个个都会说 大堆的 政治正确的选举语言 但我就说 谁能够帮 到位 我就说一次 谁是新帮 谁是show 一目了然 OK Harris本身是占优势 因为他是国家机器 他国家机器 基本上 可以说 很容易做到 他说一句 甚至没得脱了 做一样东西 但个手指 已经一大堆的物资 做到 特朗普是没有行政资源 他本身已经缺乏 但是特朗普 胜在什么 一 最快 第二 到位 找Elon Musk 有这个 Starlink 之后 各个的 就是大家都看回 究竟哪一个 才是真真正正帮自己 是吗 有足够的粮食 食水 通讯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粮食 有食 有水 通讯 这几个很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东西 尤其是通讯 这是Elon Musk 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当然Elon 是印度 有一位 这个真的很有趣 美团社的报道 他说特朗普 去了一个 乔治亚州 即南部的州 叫 在星期二十岁的 在星期二十岁的 Firman Herrera Firman Herrera Firman Herrera 就说 特朗普 看到 他展现出 他的 Caring 他的关顾 不是 在于 就是说 他对于 拜登和 Harrera 有多少 Frustration 他不会再说这些 他真是落实了他的帮人 而这个 这个情况 他会 会觉得 因为他这样的 他会投给特朗普 OK 他说 I feel like everybody's kind doing what they can All the locals I appreciate the help that's coming 即是很多谢大家帮忙 OK 而且你看到这个特朗普也攻击 拜登和Harrera 就是说 Slow 太慢 OK 他说民主党人 是 基本上不会帮共和党的选民的区域 很多的 乡郊的地方 就是帮大城市 你不是帮 真是需要受苦受难的 乡郊的居民 甚至 没有足够的钱 在这个联邦应急管理的agency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当然 他这笔钱为什么会没有呢 派钱给Illegal Immigrants 那当然 有没有直接关系我才不说 你真是每个人给700多元给他 喂 每个美国人都没有那么多钱 你派钱给那些 非法入建制的 Murderers They come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Prisons Anywhere Congo Venezuela Asia Anywhere 你进来的时候 等着正义庇护 然后 每个人收七百多元 多爽 这些东西 就是拜登才做出你的垃圾 特朗普就说 You wait in Mexico Not in America OK 特朗普都说了 I'm not thinking about voters right now I'm thinking about lives 这个当然是选举的语言 但我会认为 这东西他真心这么做 OK 那么他就 拜登呢 就说 他就是要serve 这东西 但拜登他在哪里呢 他又不是在灾区 And where you are 你在白宫柬埔寺 三年半开外 第一次呢 你去到那个地方 柬埔寺 接着说的是帮 Harris去拆台 接着你也不去现场 For what 这帮左监媒体 你完全都 不会将这件事 为一个 应该是报道的新闻 Where is Biden Let's go Brandon 今天你去到哪里呢 是不是去了Georg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Tennessee 那你这些地方去哪里呢 尤其是Georgia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Tennessee 受灾很严重 那请问 你拜登去了哪里呢 那而你拜登说 我的表现要跟Harris挂钩 那我想挂钩一下 彼此的事是谁对谁错 OK 以上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报道 整个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支持货金 多谢大家 我们下一节再说